好,那接下來我們要去談一個關於資產重複的問題 我們請你看看,直通訊說它會實現重複金額有多少? 我剛剛看到的事例 那我們現在呢,如果你發生了,就是你要做資產重複,你就快去注意怎麼做 那當然你的重複,我們要去想 不會有可能重複突然的結果是減損的,是損失的 好,我要先承認說我其實沒有辦法很清楚去界定 你是減損測試的,還是資產重複? 好,因為我一位同學有人問過我說 那為什麼,我怎麼知道它是,但是資產減損 它是重複來的減損,還是減損測試來的減損? 我說實務上面,我不知道怎麼去界定 但是我們會計上怎麼做? 所以我說,如果就文字上面的敘述 我從文字上面可以去判斷它給我的資料 它意思是,資產平價之下所產生的減損 還是重複價之下所產生的減損? 我說,在會計題目上面,文字上面我可以判斷 我可以根據它文字上面的敘述去判斷 我可以知道我的快遞怎麼做 但是有同學問我說,那我怎麼知道 我怎麼,我們在實務上面怎麼去看出來 怎麼去決定? 它是減損,重複之下所發生的減損? 還是平價之下所產生的減損? 我一定要老實跟大家承認 我們在實務上面,他們怎麼做這件事情? 我不知道它怎麼做 但我們目前以台灣來講 我們用重複價去根據什麼?公告限制 如果我們用重複價,通常是用公告限制來做 重複價呢,基本上我們以前的規定說 你買到你重複價這個時候 如果這段期間你的物價已經上漲了25%以上 那你就可以做資產重複 文字敘述是這樣做的 好,文字敘述是這樣說的 你怎麼去做資產重複? 我認定它的做重複的時候 它的依據是根據公告限制 但我們都知道其實現在很被詬病的 就是公告限制是跟公子 所謂的成交價是差很多的 所以目前呢,為什麼一直希望呢? 就是我們現在的平地委員會一直希望 我的公告限制慢慢就比較快速地去調整 跟接近市價 那因為目前呢,我們的公告限制 跟市價是種蠻大的落差 好,所以同學問我說 我怎麼看得出來 它到底是做重複價所產生的 還是平價所產生的? 我說如果實務上面來講 我不知道他們怎麼去決定這件事情 但是就題目上面來講 我可以從它給我的資料裡頭去判斷 它是平價所產生的 還是重複價所產生的? 那我可以講說 現在只想要說 如果實務上面啊,重複價 基本上複價的時候 重複價是根據你買 我們的重複價呢? 一個前提、一個條件是 如果你買那時候的複價 跟你現在重複價的時間點、年度呢? 你的複價已經上漲超過百分之二十五以上 你是可以說資產重複 好,那所以呢 從這樣的文字上面的訊息 我認為它的重複價的時候呢 重複是根據公告限制來做的 好,所以這個我先講 實務上面怎麼做 怎麼操作這個東西 我是那麼清楚的 但是從題目上面 我可以去判斷這件事情 好,那就回過頭來談 我們會計上面在做 基本上會計都是一樣的 尤其是貨尼基產的部分 我們說很多流動性的資產 比如說有價正對任務 我可以用試駕吧 好,也就是說我試駕是多少 我可以承認未實現損失 也可以承認未實現利益 但是貨尼資產 因為它使用一件差 而且它的估價呢?其實 就像我剛剛講 可回收金額是 近公元價值跟可持有價值 二捨選高的來當作可回收金額 所以表示它也跟真正的價值 不是那麼的貼近 好,所以 固定資產的部分呢? 如果有發生前准 一定承認 但是有發生真實的時候 我們剛剛講說 如果你在評價的時候 所產生真實的話 就是你的價值沒有減損 是增加的話 我們是不承認未實現真實利益的 但是你從估價又不一樣了 我剛剛講 因為我們的評價的時候 是跟可回收金額做比較 那麼從估價的時候 是跟公道性質做比較 所以基本上兩格的比較的基準點是不同 好,所以不管你是減損 評價所產生的減損 還是從估價所產生的減損 都承認 好,都承認 但是如果你產生真實 評價所產生的真實不承認 像我們剛剛可回收金額 如果高於帳面價值 我前天沒有產生減損的話 我是不承認未實現的真實利益 未實現的真實利益 但是如果我是從估價之下 是可以的 好,是可以的 所以我們現在談的是 從估價的問題 好,因為我很怕農學 都搞不清楚 覺得這一段跟上面那一段 到底有什麼樣的關聯 有什麼不同 好,所以我現在花一點點時間 去解釋一下 前面是指評價所產生的 後面現在要談的是 當你的物價上漲到某一個程度 就我們的稅法規定 是可以做資產重複 但是資產重複 沒有百分之百都是什麼 只有增值 不是這樣 資產如果你重複之後 發現是損失 有損失都立即承認 但是如果你增值的話呢 你沒有立即承認 影響當年度的數量 所以承認的意思是說 有沒有立即去影響當期的數量 如果你增值 我們是不是剛剛已經講過 是借資產代未實現重複增值 未實現重複增值是放在權益 就是資產負代表的權益的影響 它並不是反映在我的損益表裡面 好,所以這個地方你要先考清楚 所以增值的時候 我們沒有立即去影響 我們有承認不立即影響它 不立即承認它影響損益表格金額 好,這個地方要先搞清楚 好 但是損失的時候 我們都立即承認 而且影響損益表格 好,這是會計呢 它的主理的基本的一個準則 好,或者是應該是說 會計基本的一個原則的 不然像的概念都是有損失 一定是立即承認 那以前呢 我們會計會給它感覺是報憂不報喜 就是說如果我有利益都不承認 尤其現在呢 國際會準的之下 有一些調整 好,有價證券 流動資產如果你產生利益 立即承認 好,大幅的流動資產 尤其是有價證券 好,但是呢 如果你是固定資產 也是一樣維持不承認的 好 好,我們看一下 現在要談358頁的重估價模式 好,那我們看一下呢 IAS16號公報的規定 關於不動產廠房及設備的後續評價 企業可選擇成本模式跟重估價模式 為它的會計政策 好,那不管你是選擇成本模式也好 重估價模式也好 同一類別的那個資產也要適用一樣的 假設我的房屋都是採取成本模式 我的辦公大樓A用成本模式 辦公大樓B也用成本模式 它的意思是這樣 好,據說你不要說A建築物呢 是用成本模式 B又為了重估價模式 它意思是你如果採取一種會計政策的話 也就同一類的資產必須是同樣適用 好,那現在我們看一下 它的那個儲率成本原則你可以看一下 不是,帳面加值的計算359 這我們剛才講過 帳面加值是成本檢價累積者 如果你之前有減損 那大家就還要減掉累積減損 好,那如果我們從估價模式的話呢 就是它的資產 它的帳面金額呢 就根據你從估價之後的等比例的提高 包括它的公益價值折舊跟它的減減都同樣的比例提高 我們從後面的例子來解釋 好,那後面呢 它的文字敘述上面呢 從估價的公益價值的決定 可以什麼採取什麼方法 你可以看一看它的一些規定 或者它的文字敘述的方式 當然它通常 它就講說 通常有專業資格的評價人員 來針對土地跟建築物的公益價值來做評價 我們目前事實上正當好是有一件價值 不動產 所以是土地跟房屋 但是呢 我們的固定資產不是只有土地跟房屋 我的機器設備 宣傳設備 運輸設備 這些都是什麼 都算是固定資產的一項 就目前來講 我們的建價考試就不動產 就是證照考試裡面 就有一個什麼 不動產的建價式考試 對其他的固定資產的建價 並沒有一個所謂的專業考試 來鑑定它的資格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使用上面 固定資產的評價在使用上面 還是有其他的困難點的原因在這裡 因為誰說都算 好 就是 所以我這邊一直告訴你說 基本上目前台灣的專業證照 專業的證照 建價式的考試有一個動產的部分 你可以去看看考選部 那個專業類科的 專業人員的證照考試裡面就有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好 那從估價的模式怎麼處理 你可以看一下 這文字上去是我們從例子上面 因為你看那個 你看我比較喜歡 就是說你從例子裡面再去看它的文字 你就比較清楚還在講什麼 你比較清楚還在講什麼 你看它文字的時候 你看完了之後 你沒有什麼真正的感覺 因為實施懂了非懂 就是你好像知道它用在哪裡 就好像不是那麼清楚 所以我會希望從例子裡頭去解 去講它的話去處理 你再去對照它前面的文字敘述 好 那我冠奇你提醒他一下 好 四月你跟誰住 住在一起 四月你跟朱祝社 有 跟朱祝社 有 跟朱祝社 有嗎 跟誰住 朱祝社 蛤 還是外面 朱祝社 喔喔喔 今天這樣 他昨天晚上沒回去嗎 有啊 所以你講出來的時候他還在睡覺 提醒他 我已經注意他好了 好 他如果不想這個 不嫌棄呢 這個以後還要再繼續看到中塊的話 那就繼續吧 好不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施力三 好 那因為我們現在要講這個地方呢 可能我們出塊是比較沒有提過的 所以我希望同學能夠專心一點 提醒你啊 好 一層去吸發臉吧 好 如果太熱的話 可能會讓你覺得 空氣不流通嘛 好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施力三 因為我講了 我之前講的這個部分是 朱祝沒有講過的 好 欸 這邊還有一個位子 同學後面 同學如果坐在後面沒有桌子的話 可以坐到前面啦 這中間還有位子啊 好 空氣不流通 我們也可以把窗戶打開一下 因為附近要開門 好 那如果同學還趴在桌子上 我們有一半時間呢 從上課到現在也有十幾分鐘了吧 好 請把他搖洗一下 聖如還是到往裡安 好 好 如果你真的精神不好 我就記得你可以去洗把臉 試試看他們提倦一下精神 你真的不行 那其實我是不反對 你不能回去好好的睡一覺 至少你的下午的課程 還能夠比較有精神 學習下午的力度會比較好一點 好 我們看一下施力三 雙核公司呢 超二年初購買房屋一棟 成本四百萬 估計用四十年 殘值四萬 百四十萬 然後直線法提借折舊 那經過了五年之後 因為超二年初啊 二三四五六 超六年底呢 他的可重估價的公理價值是四百二十六萬 然後估計呢 他的年限跟殘值的不變 那第一個 如果我按照比例法或者是進額法 來做他的重估價 好 比例法呢 其實你可以看一下 回頭來看一下 什麼叫做比例法 這文字上面呢 我們來對應一下 讓你了解一下什麼叫比例法 跟我的金額法 再來三百六十頁 有關於折舊不用計算的後面 如果按照片價值的變動 以比例來重估 重新計算他的累計折舊 然後使重估價之後的照片金額 等於他重估價的金額 就是按照那個比例去把它提高了 這種叫做比例法 那另外一種叫進額法呢 是將累計著 就是資產的總照片金額裡頭減除 然後減除進額之後 重新計算到資產的重估價金額 這個叫做進額法 好 那公開比例法其實比較容易去理解 那進額法呢 你只要知道說 他的跟比例法不一樣 你大概也可以理解他是怎麼做的 好 意思是什麼 進額法就是先把累計者就 跟他的重估價值先衝掉 就是跟他的原始成本的金額先衝掉 然後再把你的這個重估價的資產調整為 提高到我們的重估價那個時候的金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勢力三的例子 第一個比例法 好 我們首先要先去算喔 到X6年底他的帳面價值有多少 好 他的原始成本400萬 那因為呢 他可以用40年執行法提列折舊 所以減40萬的殘值除以40年 所以每一年呢 提的是9萬塊 應該9萬滿多了吧 360萬除以40 好 9萬 好 那我們看一下呢 我的X2年1月1號到X6年的12月31號 一共經過了5年 所以他的累計則就有45萬 好 所以他的帳面價值呢 400萬 減掉45萬 好 這個時候他的帳面價值是 355萬對不對 400萬 減掉45萬 355萬 好 355萬是他的帳面價值 但是他的呢 重複價的公寓價值是426萬 好 所以你可以算一下 426萬 除以355萬 是不是等於是什麼 他漲了 漲了1.2倍 對不對 355萬乘上120% 就是426萬 所以他表示已經上漲了20% 所以他比例 如果我們第一個 比例法 比例法呢 我剛剛講說比例法的處理方式 就是把他的成本 就是把他的成本 跟他的累計則就 按照他上漲的比例都把他提高 所以我的成本原來400萬 乘上1.2倍 乘上1.2倍 所以是480萬 累計則就45萬 也乘上1.2倍 因為他是什麼 比例法嘛 所以按照他的那個 那個重複價上漲的程度 都按照比例把他的提高上來 所以你的分路你就借 他是房屋 或者是你要寫建築物都可以 80萬 因為從400萬 應該增加為480萬 所以增加80萬 我的累計則就要從45萬增加為54萬 所以呢 我的累計則就增加9萬 接下來的就是什麼 未實現重複爭執 就有71萬 好 所以第一個比例法 我們看一下 我應該寫的跟課本什麼樣的 好 所以第一個分路 361月的第一個分路 X6年底 如果按照比例法去做重複價 好 他的那個分路是長這個樣子 好 那第二個 他是不是要我們做 好 第一個先做X6年重複價的模式了 然後呢 好 先把第一個例子做完 如果是進額法 我們剛剛講 進額法的處理方式呢 是先把 好先把累計則就充掉 跟什麼充呢 跟他的資產 所以呢 假設 好 不是假設啦 我的累計則就 然後 進額法呢 我的處理方式 累計則就有45萬 然後呢 我減少 我的充的是 健 代計 房屋 45萬 換言之呢 我就把房屋從原來的400萬 調整為355萬 因為我直接把累計則就充掉了嘛 所以我房屋從400萬 減少為355萬 那我現在要再把它充 350萬調整為426萬 好 所以呢 我們看一下 355萬跟426萬 我要調整71萬 好 所以跟前面 是最後的結果一樣 所以我第二個呢 分數是代借房屋 代未實現重複增值 71萬 好 所以跟前面的 進額法的結果一不一樣 其實是一樣的 這樣看懂嗎 只是你寫的跟都不懂 好 進額法就是先把累計則就 先充掉 為0 他充的相約科目 就是原來的資產的科目 所以他的成本 原來從400萬 就減少為355萬 然後355萬 我要再重複加 因為重複加之後就是426萬 所以我再調整71萬 就讓他調整426萬 好 那這是第一個問題 他說如果你X6年底做重複加 你用比例法 你用這個重複加法 對不起 比例法或進額法 你的會計處理方式 那我們剛剛講說 他這裡的會計處理方式 其實基本上來講 只是憤怒寫法不同 但是對於資產負債表的影響 跟隨意感的影響是沒有不同的 因為現在重複加基本上 只有影響資產負債表 沒有任何一個損益表的科目出現 對吧? 好 那這是第一個 他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假設 好 第二個問題你要注意到 我剛剛是自己有講過 他說呢 他的未實現重複增值是 在使用期間配合轉出 就剛剛我講說 你的未實現重複增值 有兩種處理方式 第一種就是 像我們現在講的配合轉出 也就是說 跟著他的折舊費用的增加來配合轉出 那你記得 未實現重複增值 他轉出的時候 他的相對客戶是保留隱語 那第二個方式就是 我都不做不配合轉出 等到這個房屋 這個重複增的資產消滅的時候 除裂的時候 再一次轉為保留移民也是可以 那現在這個第二個問題呢 他是告訴你說 他是配合喔 就每一年要去轉銷掉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在X7年度 如果X7年的12月31號 他要做調整的時候 折舊費用的計算 因為折舊費用代累計折舊 因為他說了我重複增之後 他的帳面加 不是 他的耐用黏性跟他的產值不厭 好 那你可以看 我現在帳面加已經426萬了 不管我是比例反 或者是重複增法都一樣 好 比例反的話 我是不是480萬 減掉我的累計折舊 54萬 一樣是426萬 所以他的帳面價值沒變 好 那我的產值呢 因為接下來我的產值沒變嘛 對 重新去計算嘛 40萬 然後呢 我剩下幾年 我本來是40年 因為已經用了5年 剩下35年 所以35 所以我每年提的折舊費用是 11萬 0286 好 這個金額呢 就是426萬減掉 40萬除35年 好 所以每年我提的折舊費用都一樣 好 因為值先嘛 11萬0286 好 那我們說呢 他因為配合 他的未實現重複就只會配合轉出 所以呢 我要借未實現重複增值 一種想法呢 你也可以看齁 我本來每年都是提 沒有重複之前 每年提9萬 我現在重複之後 每年提的是11萬0286 所以呢 我多了多少 20286 好 20286 然後再一方呢 就是保留盈餘 好 因為重分類 他實現了重分類 那我的未實現重複增值 重分類是直接轉為保留盈餘 另外一個呢 你也可以看我的未實現重複增值 71萬 你也可以用71萬去除35年 每年一樣是轉20286 一樣 好 所以如果你是配合轉出 擦清年度 你拿做期末要做得分路 第一個 你的折舊費用 第二個 你把未實現重複增值 重分類為保留盈餘 好 這應該是跟課本上面的 大概61年裡 下一節的 我先給你這樣 要看懂嗎 好 這是重複增 好 那如果你重複增呢 是發生減損 也不是減損 他是後來再發生減損的 請你看一下勢力4 好 勢力4 他說 他說雙和公司呢 在差8年 因為每一年呢 大雨的時候呢 就會淹水 這因為房屋呢 地處於低洼地區啊 最導致呢 這個地價呢 大跌 好 那就是在進行重複增 在進行重複增 好 那這個可知道呢 他的重複增的累計折舊 是採取淨額法 淨額法的意思是什麼 我們原來是把房屋調整為426萬元 這樣看懂嗎 這個是進行爾法的清法 所以假設 他的快算書籍是採取進行爾法 好 所以我原來的房屋 四百萬 減少45萬 再加71萬 所以是426萬 這個意思是什麼 進行爾法之下 我的房屋的帳面的成本 帳上的成本就是426萬 好 這是先告訴你 他這邊勢力是要減的 那他現在看一下 他說假設我在差8年 在做同估價的時候 他的供允價值是320萬跟370萬 假設是這兩種情形的話 那我要怎麼去做他的分路 好 那一下你看我們剛剛是從710萬 426萬 那要因為差8年 差8年我們就要去算 我的帳面價值重估價 重估價呢 因為也是426萬 你可以看其實基本上兩個 不管你是一定把握金額 還聽到你的責任會只有一樣 426萬 減掉40萬除35年 一樣每年都是11萬286的得救費用 所以差8年 對差8年 在還沒有錯 如果這個重估價值錢 他的房屋 426萬 好 差7年11萬0286 差8年是11萬0226 所以我兩年提的折救費用 220572 所以這個時候我的帳篇金額 是4039428 4039428 那這是我 如果差8年還沒有做同估價值錢 在提完折救之後的 那個張明嘉的426年 那現在告訴你說 我呢 如果重估價值320萬 好 那你們看一下 如果重估價值320萬 所以我的損失是839428 就說假設我提完折救之後的帳面價值 跟我重估價值的時候的公平價值是320萬 那我這兩個比較小我損失了 是839428 好跟前面一樣喔 我是幫他那減損 那基本上呢 因為是重估價 所以基本上來說呢 我一個只能